OK 可是另外一邊也要做 一樣的東西 所以可以用什麼 用鏡射 鏡射的話點下去 物件的話就把這些選舉起來 包含這一條線 這邊 然後按空白鍵 把這邊 然後拉一條對角 直接到這個端點到這個端點 好 空白鍵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出了一個 就是等於是左下角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讓他怎麼環形陣列 因為呢 環形陣列選物件的話 除了那條線之外 因為這條線 不過 這個這個地方不用 應該 好像還多一條 這一條線應該不用 將來這個地方本應有 所以這個 這條線可以把它刪掉 留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一次 我們也環形陣列 把這邊的部分選舉起來 按空白鍵 然後中心點的話就這個 OK 然後總共四個 360 OK 然後Enter一下 最後的話呢 把這條線可以把它刪除掉 這條線也不用 最後呢 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 這個 這個會做後續的動作 所以 要把這個地方 再把它做一個分解 分解 否則它有 有些線段 它等於是 變成一個 圖塊了 你要做後續 處理就會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裡面要放個什麼 多邊形 這邊有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 這一個 八邊形 而且八邊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說要 把這個地方 剛好 放這裡的話 你特別注意 他會問你說你到底要內接還是外接 外接 有沒有 實際上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是內接的話 等一下我們直接來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 這個多邊形 然後數量 總數有八個 那特別注意呢 首先中心點在哪裡 中心點就在 這一點往下 這一點往右 有沒有 雙追點 這樣就可以追到 這個最簡單 等一下之後的話呢 那特別注意 內接還是外接 特別注意 一定是外接 如果你內接的話 你絕對做不出來 那我們用那個 外接 語言 等一下 特別注意往上 碰到 點一下 OK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那如果說你是用內接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頂點的 會是在這個點上面 會是不一樣的狀態 所以這一點的話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其他標註的話呢 我想你就利用 不一樣的圖層做標註好了 比如說那個 紅色的線 或者其他的線的顏色 畫面畫面 各位試試看